讓我來吃吃看 欸!包心欸! 欸裡面真的有一片巧克力耶 我覺得他真的打敗小熊曲奇耶 注意看,這間工廠太狠了 為了做出一片跟別人不一樣的曲奇 竟然花了三年時間上千次的配方調整 不惜成本研發出市面上唯一雙層包心的搭坡曲奇 而且還跑去申請專利耶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美食的分享家 也是一個創業家 專門找那種台灣啊 頂尖的美食工廠合作去推廣他們家品牌 這間工廠啊,他們就叫做紅檳果子 它是我創業第一年行銷的品牌 他們家的什麼堅果塔啊 鳳凰酥都賣得非常好了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他們創辦人Vancent哥的電話 他就說他有一個新的產品要給我吃看看 我今天就是來一看究竟 Vancent哥!Vancent哥! 欸你知道Vancent哥在哪裡嗎? 其實在那裡有 絕不妨張 是不是要做儲存對不對? 對 工廠合作多人就會知道喔 這就是安心啊 瘋很大 看一下到底是誰 攪拌式 請問那個Vancent哥在嗎? 他昨天叫我來這邊找他 是 好,沒關係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東西啊? 我們在做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叫做 搭坡曲奇 搭坡曲奇 什麼叫搭坡 搭坡的話就是有兩種口味夾在一起 就是搭坡的意思 這個原味奶油也太香了吧 剛才師傅說 他們家的曲奇啊 用的都是天然的發酵奶油 而且還要經過6000轉的打發 打到有一點泛白的程度 將空氣打入細密的奶油裡 難怪啊 大家都說他們家的曲奇 不只奶香很濃 還特別疏鬆 我記得我剛創業那一年啊 我剛剛賣那個堅果塔 一直跟我堅持 上面的堅果要多好啊 品質多高 這個壞習慣現在拿來做曲奇品 還是沒改耶 嗯? 好習慣吧 哈哈哈 不說不知道 小小一片曲奇竟然這麼講究耶 光是麵粉就有三種不同精度 食材還要分9次加進去攪拌 師傅說 這樣麵糊才不會結塊 口感才會好哦 嘿 Vincent Con 這裡就是可可Ole 它上層是原味 那下層是可可 那你剛才說海鹽摩卡那個對不對 就是上面這個白色的地方 萬成的一個顏色 海鹽咖啡 那這樣子我們現在就是已經完成了嗎 接下來下一步是要 就是到鍵烘焙 烘烤 它溫度大概要維持在150到170度之間 光用溫度我就覺得它是 餅乾界的精品好不好 沒想到烤個達波曲奇竟然還要顧火 配合360度旋轉旋風大烤箱 隨時調整溫度 才能讓每片曲奇餅達到最完美的酥棉鬆香脆 剛烤好的達波曲奇 直接一條龍送進包裝區 Vincent哥真的很堅持耶 每一盒曲奇都要保持最佳風味 每一顆都是細心保護排列裝盒 這樣我們收到時就會是最新鮮最漂亮的達波曲奇 欸謝謝謝謝剛烤好的 Vincent哥你這個好香喔 你到底做幾次把這東西給研發出來 事實上真的是說不清 說不清了是不是 因為真的一種鼻翼的變化又重新再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就是說最後次數我們真的記不清 也不是重點 因為重點我要來吃 我看到這個黃色的是可可歐類嘛對不對 是對好 然後上面就是那個奶油 我先來吃吃看的 嗯 嗯 欸超鮮的 欸裡面真的有一片巧克力耶 你那個奶油啊就是很香 這完全毫無異味 因為聞的就很香 再加上裡面那個黑巧克力對不對 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是用 因為我們曾經比較過十幾種可可粉 它的香氣是最自然的 對 所以整個搭起來好有層次喔 我們大福就想創造一種驚奇的口感 給我們相配手 因為它原發難度相當的高 嗯 所以說我們也很幸運的取得外觀設計專利等等 你有發現我一直在吃嗎 有啊 我沒有太聽 另外一口味你剛才說這是什麼 海鹽摩卡 對不對 咖啡的那個嘛對不對 非常跟你說喔 這個達波曲奇 真的是有那種達波的口感 可可歐類嘛對不對 如果吃起來它是以香為主的話 摩卡海鹽的這個口味啊 是有一種甜香氣 最後面因為帶了一點點的鹽香 反而把前面的奶香跟甜氣整個推出來 對 這個達波曲奇它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是既酥 但是鬆 這是很矛盾的口感 所以它要求既酥含量非常的高 海鹽咖啡我覺得它搭咖啡超級適合 因為它上面這個 海鹽摩卡的部分 吃起來就跟咖啡一樣的味道 這真的 超好吃 真的整個每次沒吃過這樣的巨漆餅 我覺得它真的打敗小熊巨漆 對耶 我們現在有限開一家旗艦店 我們場面的旁邊而已 我們在旁邊沒有意思 你等一下帶我去 那我再問他幾個 好 進了工廠才知道 生產一片曲奇竟然這麼費工 不只曲奇用料精挑細選 關鍵中間包新的巧克力 還是從歐洲進口的72% 定級黑巧克力 而且要靠師傅一片一片填線進去 稍微手抖一下都不行耶 難怪每一盒達波曲奇 都要花3.5小時製作 那大家想要得到我今天吃的達波曲奇 記得隨時追蹤關注我的影片 我準備來去紅丁果子旗艦店 買達波曲奇伴手禮 送給大家囉 掰掰